澳大利亚被人称作羊背上的国家 在放眼无边的大草原上 如此驱车赶羊放牧 的确是微风拔面 紫维多利亚是与游户们的安排 我们来到沃尔本与西 把二英里一个农庄餐馆 说这里是微省的定人旅观光之地 玛丽家在此远定人旅 是一个四口之家 三代在此无名序幕 女主人安娜在他操家舞街的客人 男主人竟是标文的澳洲名 当然要的地位也行 二级岁女儿Sky在马尔本棚里工作 年糕在家 三十出头儿子安堵刚才露了面 对了就那个开车给洋员 你们的家庭主要收买员是 什么是 the main source of your income 我家庭主要收买员是 什么是 the main source of your income 我家庭主要收买员是农场 他们说来说这个 这个羊牛吧那个羊羊啊在收买员里面 还没有其他收买员 因为牙羊不是 牙羊不太值得 因为世界变化 我们担心了放一些粒子 去做更多的粒子 马尔加有两千五百亩草场 死俩再加了一个故宫 三人富养着六千枝鸭 经济条件在澳洲算挺好的了 很多城里人也有上他们 浮潇了闲时喜爱出旅游 墙上竟把这张三七年上海汽车驾驶的照 我还摆布是各地逃回来的工艺品 我们旅行很多 我们经常旅行澳洲西部啊中部啊 中部的土地很平均是土地的 我们都要在那里去 如果我的专业多的话呢 我喜欢这个海外旅行 我们也到过中国 我们很喜欢中国 我到了北京 到了长城 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 很多很漂亮的马尔 我们然后到上海 然后到网州 大概就是这些地方 马尔加还喜欢收藏 据说他的这四家收藏时 还为是算哪一种 这旧工具旧衣服老爷哥什么都有 但澳洲上百年的东西就算无动 不定从咱们谁家河楼里掏件事来 摆着头彻底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是八十九年 用头几个西弹 被判几七年 马丁大三代人都在这流下中意 门场越来越大 营养越来越多 虽说家里的五项衣是发的训练 使今天的新一代农民 从使用的工具设备到思想观 和祖辈都已经是不一样 这笔羊的真是母羊 一半来生产羊毛 一半是食用肉羊 原来出售羊毛的收入很可贵 夏季不景气 卖羊肉价值肯还要到一起 这里一只小羊卖三十元到四十元 剪羊毛季节 要再请先来帮忙工作 一只羊的身上一般 比剪下松鸡伴做的羊毛 一年比剪一次 每天金的羊毛在三百元 羊毛按种类质量分别打不存放 羊肉则会继续放养 据阿璐介绍 她的羊毛质量很好 她生产羊毛出口中去 丁家还替你家里客的福 有农场是住室和饮食 平时他们是会朋友的话 可以开着汽车到尔本去 只要聊多小时 家里的衣序 一部分用来农木机械 女主人大大呢 还拿一些钱来独自去 虽然他们的家在澳洲 虽然生活比较好 但家生活只是舒适 并没多少花钱 您在购买这个日常用品时 是更欣赏购买 这些名牌的看孩子 还是看中他本身自己的食用价 买什么好东西 我愿意买买什么东西 我愿意买买什么东西 所以我愿意买 多多利亚制造的产品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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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愿意建议装饭 我愿意建议装饭 它会帮助我们的牧民 如果我们都买买 东西在澳洲 什么是食物 我们去超市 你会看到两个不同的销售 一个是製造的在中国 一个是製造的在澳洲 然后我愿意买买澳洲 如果我能够买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做的 在所有的国家 你说那个你现在是生着 你是设在这个农场 但是现在工作在这个城市 那么你说你是到底喜欢在城市的巨人 还是喜欢在农村的生活 我们问一个问题 你曾经在澳洲 现在你现在在澳洲 你喜欢在澳洲 还是喜欢在澳洲 在澳洲 可能现在在澳洲 但以前我想在城市的工作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每一年都在城市 他每一年都在城市 我认为 我喜欢在澳洲 然后我们住在澳洲 我喜欢在澳洲 所以当然是两个的澳洲 我喜欢在澳洲 我喜欢澳洲 的澳洲 我喜欢澳洲 的澳洲 我喜欢跟这个牛羊打交,所以我还是喜欢在农村工作。 喜欢牛羊打交道。 看来打不成相差异,说咱们不来说异不异,空间的人要两个条件。 一是不论城里将下,生活条件相差多,而是交通方便场所,运程大乡能来自如。 我们在墨尔市区拜访的这家人性代理,是生活贫穷等的家庭。 先生叫菲莉,是一个老美国的专业人士。 太太叫德伯拉,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 家里的摆设方式随即自然,对女儿天文活泼。 大十二岁叫艾雷娜,小的十岁叫麦根。 像中国的父母一样,你也希望不要自己还得意识气质。 虽然我也是在望女尘封,可是这种教育方法都透自然民。 澳洲的教育方式扑死美国,只剩下物种硬性势式的教育。 在这儿没有下人的考试,有做完的作业,一切都在挤发一样种自然的完整。 我们在这儿聊天的那儿,来一起和中国个人吃饭的朋友们到了。 贝勒和异地下厨,没有人准饭在。 是正常的奥制烧告,有养哈奔场什么的。 别在饭桌前时,没有自然的询问起来的客人们。 在澳大利亚,一般收入的家庭在城市里生活,各种主要的花费到底多少? 很多家庭在家庭里面的收入的收入是否有养的收入是否有养的收入? 有家庭呢,都付大概百分之二,整个收入的百分之二, 付这个抵抗贷款或者是那个什么的租金。 饮食就说在那个家庭里面的收入是多大比? 我问小儿,他也有一笔,给他一笔,他也赶了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老板里面是多少? 很多挺有区别的 看什么了 不是什么? 但是我不知该怎么不要 你 可能会把账物赶った cash 还一样 还是你想意气 学多 manage 我是帮助他们以后对此く归 還用利用 等于用家庭之 ele 其他是多的 小儿 澳大亚的教育还注意从小培养孩子们独立性和公共的意识 在家父母让孩子们解料自己生活喜剧 在学校,老师学生自己学习广泛的可爱知识 年当中中有一经期学习环境保护知识 还要做外部搞事会调查 从小懂得废物回首,保护公共场所的经济一生的常识 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关于洪暴的论文 妹妹艾根研究是兔子 姐姐练研究的是水 12岁的孩子的论文有数据,有认证,头少 而是自收的才有意识写论的 艾莉娜剪一段,冷送着来 Facts About Water Here are some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water 2 thirds of your body is water 9 tenths of your blood is water 71 cents of the earth is covered in water Humans can only last 7 to 10 days without water One year you take in round one pound water Either by eating foods with water in them or by drinking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类电视节目来自澳大利亚的报道已经播出5集了 第一次去澳大亚采访的者回国以后 大家聚在块儿聊了一下 得出来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 在人口数量十当国家里面办事最容易 首先你做肯定保护呢就容易很多 而且只要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抓住一两次经济启动的机会 不定呢就全国上下大家都富裕起来了 其实有灾祸什么的进行就业比较容易 所以做了一番国际比较以后 大伙就深信相信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这可不是一句宣传口号 是大和深深的一种感受 澳大利亚呢 虽然辽阔 人口又不多 家常自然条件那么好 所以在那里呢 群众性的局务活动高丰富多餐 我们最高的一项 真的认为一个学生的 说体育爱呢 在我们的心中世界上的体育大国 应该算是美国 独连体 不过还有中国 至于大象体项目 足球肯定是欧洲和南美来争取 橄榄球 安全 这些项目是美国的强项 而独连体呢 在体操方面一直绣 咱们中国也有一系列的世界金牌 虽然咱们的印象当中 似乎大利亚体育方面 不是出类达翠的国家 可是大利亚人呢 把他们自己叫做体育之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一场球赛赶起 在澳大利亚 有两项运动最普及 一个是板球 一个是足球 澳大利亚处于南板球 四季正好和我们相反 我们这是冬天的时候 那正是正夏 也是板球比赛最流行的时候 很多人到场面 边赛太阳一边看比赛 据说 正是英纪的板球运动 就超过了50万人 有趣的是体育比赛中间休息时候 观众们被走自在的 跑比赛场玩耍 其乐融融 我以为全个人 喜欢猪救 Fund 我喜欢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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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woj车 我非常喜欢猪球 因为由于我们最爱代思值 主持人之间的 任何事 会有事 我会有什么 因此会有一个 但是我那時候會晚一點 真的晚一點 找我大英雄 啊 你呢? 嗯, yeah, I like football, but I play soccer and, um, I like football and wish when I'm a double to be good play for some football team Oh my god, that terrible! 啊,看我不好,我這團那麼難看 哈哈 There are five, yeah MN是體育博物館 我們看到的澳大亞的體育發展史 澳大亞土地多人不少 所以在空間上是進行各類體育活動 從六十元代,澳大亞就已經比較富裕 社會福利條件好 所以人們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參加體育運動 和觀光旅遊這兩項項目上 我們感覺到澳大亞不是一個快節奏時候 不在有在的人挺多 只有在參加體育比賽時候 不僅慢到澳大亞人在生路活虎起來 澳大族球是從愛爾文橄欖球發展來的 看起來和美式橄欖球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是具體的規則不太一樣 澳大亞有超過十萬人喜愛這種 需要急速奔跑 攻撞而拼盤的體育活動 在青少年心中 澳市族的明星運動員們是真的英雄 此外,足球,美式橄欖球等的活動 也有重的喜愛者 平時一些賽文知道很少 但是真的澳大利亞 你能感到當地的那種火熱勁 然後測試一下 我喜歡那個 板球 板球 有足球 還有游泳 那這是所以你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 啊, Cricket和足球 就是板球和足球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Cricket 它是一個很好的 聚集 在足球 你跑來 你最喜歡的 你最喜歡的 對 阿萬利亞說 這個 如何就是處理好 就是這個 在體育運會上 金牌或者這個 群眾金 體育這個活動中的這個關係 哈哈 那是一個大問題 在澳大利亞 很嚴重 而我們必須保證 是 我們能夠滿足 我們當然要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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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不能做得好 在運動的 運動 我們必須要做 是 運動的 運動 是一個導致 來提供更多 的運動 澳大利亞 國家體育委員會 把政府的拨款 成兩部分 一部分一中 來培養金運動員 和在國際比賽 拿雞排的項目 另一部分呢 來展示各樣的 群體運動 在澳大利亞 運動行很普遍 而且在很多綠地上 都能進行各樣的 體育的練 也還低愛 還可以進行少活動 澳大利亞的體育 是在養好的自然環境中 以普及群眾性體運動 為主的 體育鍛鍊給人們 帶來了健康的身體 和愉快的心情 成了大家生活中 可取少的一個組織部分 所以當時是很重要的問題 西尼正在緊鑼蜜谷修建奧運村 德國比賽場館 場館方面的建設 由政府投資阿易奧運 全部工程 預計九九年完工 另外組委會方面 自己還準備籌集資金 九一五千四百萬奧元 用來進行運動會的各種支出 據作會幾預算 這筆自由的費用 倒是可以賺來的 有很多場版 都在原油基礎上過建或改變的 所以百分之七十幾 目前已經都動工 社會各界都全支持 這些工程的開展 澳大利亞的末爾本市 承辦1956年的奧運會 當年的奧運火力 永遠保留在了徐博館 因為當時舉辦奧運會 急著有商業性贊助 所以我們聽說 1956年 本市為奧運會而寄的錢 到現在還沒還清 我們在大利亞的城市 鄉村時常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區段活動 綠地 陽光 清新的工氣 成了舉火的最佳條件 聽說一日本商人 到澳洲來的奧運球 問了價錢後 拿出賣奧運來加賞助 傅雲告訴他 價錢應該是五奧運後 這位本商人驚悍之餘 大澳洲真是體育先堂 澳大利亞還是分住體育的特員像 我們採訪體育院教授 我們介紹了他們和中國 進行學術交流情況 怎麼搞的 我们从这交流当中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特别是我们的与中国的传统体育进行交流当中我们受益很大的 那都说中国的太极 我们从太极的交流当中我们富裕很多 请这种建立有什么样重要性 体育在经济比赛的同时才能封建人的相互了解 中澳区域交流能够促进两个的多方面合作和发展 下两个功能 一个是比赛 一个是训练 在比赛当中 当然人应该去拿一衣 针金牌做冠军 因为比赛竟是比赛 但是如果不是比赛的时候 我们通过体育锻炼 能够获得一个强壮的体魄 有那种体育方面 积极进取的心态 最主要的是 有圣交代不美精神 摩下我们也能够生活得更快乐 更健康一些 这就我们感受到 金牌和群体运动时间的关系 一句话说 金牌呢 总是暂时的 健康和快乐 才是成就的 正经责的 文化等方面 澳大利亚都有可能成为 每个良好的合作伙伴 更重要的是 我们如果跟澳大利亚 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的话 由它有这种传统的文化 和这个国际关系 可以为其他西方国家 和中国合作数个点半 现在澳大利亚正在推行 向亚洲转移政策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政府的同一指导下 澳大利亚进行 有异化协调一致合作 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 在一段时间里 把澳大利亚合作关系做好的话 不能够在经济上有很收获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 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合作形象 也利于我们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澳大利角度来讲 它希望能够进导的进入中国市场 也就是说它已经看到了 中国潜在的发展的优势 将来20年30年以后 中国的市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澳大利亚也已经赶到 现在就开始动手 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 这样的话 也可以反过来 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说保持一个稳定的周边的环境 保持跟周边国家良好的经济跟合作关系 也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 这个根本利益就是早日实现实话 澳大利亚是一个和中国经济 有很多互并的国家 澳大利亚国家都处在经济发展 关键阶段 经济交流能比较接近 中国拥有广泛的市场 充满创造力的企业和阿良的活动力 澳大利亚呢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资金的技术 在网德利交往中 双方美不愉快的机会 又同处于亚太地区 交通到顺 所以 中澳两国完全有条件 进行交互空分近人经济合作 等为东西方经济合作用尽的典范 目前 澳澳经济交流的重要性 竟受到双方的共同重视 去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澳大利亚就明显感到 特别是在商界 欧商界 出现了一股潜在的 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正在发展 现在澳大利亚 很多上级是 先级在会晤 所以现在投资澳大利亚 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利息业 现在澳洲全会力也低 现在政治各方面 跟中国友好 各方面的角度 做事最好了 武汉这是最好的机会 胡先生正在被灾片土地上 投资7000万澳元 新建一个中国园林 发展成一个组合旅游区 由于澳大利亚经济 刚从国里走过来 所以利价物价都比较低 用前世的投资开发房地产 担目的了好时机 澳大利亚在 宏敬保护方面 食品加工方面 都取了一些很好的技术 这些技术如果 由到中国来 能够放到良好的效应 在一次澳大利亚 全国贸易投资展研讨会上 来自中国的代表团 和澳大利亚各有关方面 进行了广办接触 澳大利亚方面特别强大 在环境保护和食品加工等方面 能够进行合作 我们在采访澳大利亚 粮食人员会总擦时 它显示出对中国粮食运输系统方面的 运作状况有详细的了解 并提出了一个合作方案 中国现在生产了 大约是415千万顿粮食 大约粮食都生在北方 这些粮食很大一部分 要从北方运到南方 阿利亚以前粮食运输是带装的 后来再改装成散装运输 并发展了技术系统 澳大利亚的粮食 火车这间进港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粮食在软粮食过程当中 能不能碰到 我们以前对澳大利亚的了解不够 也影响了澳大亚的经济合作 同一次发问 我们了解到 以往关于澳大利亚高追收 运行贸易保护 对外来投资很多限制 确实高科技力量等等传言 大多数确实 同样 我在澳大利亚也发现 那里的人对中国的情况 了解十分线 知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竞争在起飞 我们采访澳大利亚有些主席 他多年从事中国交流工作 这样安了他感受 比如说澳大利亚很多东西是好的 澳大利亚很多东西不好的 我们建议澳大利亚中国人不要去说澳大利亚不好的东西 在澳大利亚的华桥 金一银和来的中国留学生 因为澳大利亚的交流做很多工作 澳大利亚有很多中餐馆 在这吃中国菜这种时髦和高级的享受 我们注意到 很多澳大利亚人都能使用筷子吃饭 有这档小事 四月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所接受的 他们用这个筷子的证明 现在很进步了 他们别人会用筷子的 十个澳大利亚人已经有七个用筷子了 因为我们中国在海外已经很popular 很受欢迎了 我来到澳大利亚两年 我觉得有非常深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中餐厅里边 澳大利亚人去吃饭的话 从来不用到他的全手筷子 我可以说如果到美国去的话 美国的唐人餐馆里面可能都准备到差 欧洲可能也是这个情况 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几乎我出的所有人 我请他们的领馆吃饭的 都不用到差 他们的筷子已经成为他们自己 饮食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那么这也是一个方面说明 是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还是比较近的 我们在澳大利亚接触到所有企业人 都表示很大的兴趣运道中来投资或者进行合作 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聊得很老 更可不清楚 如果到中国来投资商场 销售查评 承爱项目需要通过哪些手续 遵守些手规定 向神人自询 一些已经来中国投资的企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主不掌握了在中国运行进行的方法 而获得令人满意的利润 澳大利电来厂就是其中之一 在采访中我们也十分分心 澳大利亚方面是怎么来看的中国 许航空者也中发现的问题 对我们改进工作会有更大的启示作用 获得利亚省工业部长曾经多次到中国来访 推动澳洲企业界和中国交流 是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我们在访他时 他刚从中国回来久 我们又请他直言对中国的办法 和认为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有很多方面改进行的 我们都可以改进行的 但当然,在专业的经济方面 和那些需要的颜色 要求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 有更大的顺利的领域 的领域 是 你这种地区的颜色 需要更加改进行的 当然,我们都可以做了 的技术 但是,我们都可以做了 认为人们的修行是一种非常好的 作用的 性能 信息的主要的一个渠道不产通 国内一些向上需要 不知道去找谁 国外合作 不知道哪些国外合作 我们呢 整起在澳大利亚工的也有 高明的信息 但是这些信息 都送到谁才有用 所以这种的渠道不产通 是造成我们一个发展 与 м合作的一个账战 不谅解情况 在国外进行合作是思想不解荡 这都妨碍了中国国际市场的开拥 据说 澳洲是唯一城中央西方国家,有一个中部高级卫生考察的区访问时,当地家议院正要出售。 那么好一个投资疗行业出中医的机会,考察完全其错过,只是关心能不能在内开建中参观。 目前澳大亚方面非常愿意和中国合作,合作的事情很多,所以企业千万别坐视良机。 并且继续较大量市场,因为这是一个产经济的国家,是一个负金这个国家。 这个思想拍拖,按照固有的观光,到澳大利亚来,那么只能走我们的观光,回去以后觉得印象不足,大体的可以说几句,但是在具体情况里面就行。 所以一定要具思想比较开的的人,可以了解这个希望的经济情况,了解澳大利亚的情况,才能在里面,真正找到这个机会。 开放文化氛围有利于国家走向世界。 虽然大部分澳大利亚人把英美文化使用自己同种文化,但是随着新民的断增加,澳大利亚的文化越来越丰富多采起来,更逐步成为一个友好的独立文化社会。 1850年前后,巴拉瑞特发现大情况,是各的涛金客,文学后蜂拥而至,这个小镇十年间速发展起来,苏兰农民,西班牙水手,中国劳工,一起在这里开口财金,早年的政治家也来这里置业民主。 今天的金碧山游览区,保了一百多年的风貌,让游客们如亲临其近本体会澳大利亚当年开发事情。 刚才这个表演以后,你对要的量的增加是不想的。 我刚才说我刚才就想提个问题,你怎么会就在这儿中国人。 在金碧山,中国村滥居占重要地位,这是近代中国人登陆澳洲的席点。 董广东家将带过来的一切一切,永远移植到了澳洲大国,使得中国文化成为澳洲多元文化中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这里有关于庙,有小大货店,有爱人写家书翻译文艳的群秀汉,还有用公药治并榜中。 首先,我要请问你说, 你小时候怎么知道你中国人,你跟我们讲你说聊中国不少。 我开始聊澳大利亚,聊到中国是从小时候开始的。 我祖母呢,到中国去嘛,到中去以后,回来带了很多照片,跟我们介绍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从小,我开始知道中国。 嗯,那就是说,讲的时候给你记忆一下对生主义,关于中国的印象是什么? 什么是最深刻的印象,你从小时候开始的印象? 嗯,那是很难说的,我学习过中国的金钱,当我学习在学校,我旅游到中国,我旅游到中国两岁,在1998年,有很多东西,我可以说到中国的文化,文化,文化,食物,的训练,很多东西。 154年到本地,一带到金的中国人有几五千人,而眼前的这个华人公墓,只有上千个墓碑。 中国人的传统是络归根,上墓碑坟地风水如何,关乎后代兴兴衰败。 上千名花公经如此草草埋藏在一国他乡,可以想象当年创业是坚固和不幸。 这些墓碑会可以捉明,中国文化自此在澳洲炸下了恩,蛮强的暗化后代。 这中国墓场的支援守护者,不年是生理场重病,是靠中医草药的治疗指挥了性命,晚年就几乎得来要这里守护着中国人的墓地。 本地是澳洲的第一个国元文化城市,在阿金山华人堂,有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舞龙,和八十多人一同舞动。 每当节庆之日,当地华人社版组舞龙表演,全是万人空相,上帝随龙梦的仪式。 各国更要名人只要来到这里访问,一定会起来观看这条三百六十度。 环绕在整个人堂中的群。 几代华人的澳洲坚固愤怒,为澳洲开发流血流汗,如今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会在这条玉龙身上。 澳大利亚吃新鲜蔬菜,是我们中国人介绍的,在百多年前介绍给他们。 其他就是像木薑啊,草药啊,还有法管啊。 华人的法管是世界上有名的,你其他里都有法管。 阿金山澳大利亚也是一样。 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像中国文化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几十个民族,非巴基的文化带着这块下路上来,使得澳大利亚文化越来越丰富多彩。 在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当中呢,你会觉得很祥和很振奋,给经济发展的提供精神力量。 近来,也有澳大利亚本土土著的文化和意识呢,又逐渐成为了一个时髦,成为了重建澳大利亚文化各征活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使得以讲英语为主的这个国家,不不挡回自己无力的澳大利亚文化意识。 澳大利亚是一个排外意识不论的国家,众文化能在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由于唐奇来养英语的传统,使得大部分澳洲人把欧美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正统。 随着独立国家独立民族的文化意识加强,澳洲人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意识。 在澳洲一千一百文口中,有近二十六名的土著人,他在澳洲大陆已经生活了五六万年,一切的争承生活信仰伦理都中发自然。 十八世纪,当国移民到澳大亚时,曾被当地的土著人进行歇息的略谋和不害,土文化被视为野蛮一俗东西。 照一九六七年,市区澳洲土人则被承认为阿里亚正式公民,直到一九七六年,他们自有去拥有一项属他们的土地,直到今天,土著文化还受了重视。 大雨夜工作室裂部和幼稚又可能是会被偵察感到柳民族在 ninguém以个酒店铛表迹 Sicht? 是很亲爱的! 在这些10-15岁,有更多人来到澳洲的国家 不只是国家,但不同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澳洲的国家是更多的国家 而且这里还鼓励就是说 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到澳洲的文化当中 还有不同的文化节,不同的时刻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 而且每年的春节你到中国 常常看到各种各样的表演 舞龙腾等等 所以非常鼓励的文化在澳洲的发展 华利亚居民中以长英的白人为物体 虽然上百年的风格,今天的澳洲英语 和英国美国语留明显的不同 但是澳洲人仍然把欧洲文化 当作最正统的文化云源 相同语言共同的文化 使得欧洲特别是美国的文学 音乐美术等等,在澳洲普遗转播 西尼科技院不然是世界建筑术中的一个封碑 也是西方院表演的圣地之一 澳大亚的生活舒适、联想 所以澳洲人有充足的精力和才艺 投对艺术的追求和享受中 澳洲人在艺术方面修养 在全世界努力起锚 开放的社会文化心态 更使得里程式的文化汇聚之一 马尔本艺术中心集中表演歌剧 芭蕾舞和戏剧的节目 这里的票价一般是50澳元左右 即使是一般澳洲人的收入来看 也能算便宜 但这里每场演出仍然是人头拥有 还有要势看 硬盖 两个人 足复的 我非常认 pet ama 凌鲁 八路和歌曲的故障 如果我不能说这个舞台 是世界最大舞台 至少可以说澳大利亚的 是最大的舞台 我认为这些舞台 他说来了很多 记不清楚我来多少次了 来了很多 很多次 从来有几百次了 那我说他就是 您每次到这个院 都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说他最 weird 我说的是非常奇妙的地方 我说这张舞台 我觉得显示的负面 对告诉你 所以表现的会比较好 你会给给 Draw 比较多 比赞 我说得很正常 要介绍 这些艺术 都要介绍 我是從來看北京扎記表演 能使於前期的澳洲人 一直視自為客區搭乍英國人 所以在保持英國傳統文化 和接種美國流行文化的時候 忽略了發自著讀文化 今天的澳洲人终于认识到 济德国度 环境 民族 和杨国萨克逊 杨的风格以下去深远 独立民族意识 起源于独立的民族文化 历史有明显澳洲特色的文化 到了特不容缓的时候 SPS电视台的澳洲国家电视台 是个多文化的传播中心 据说这里还每天转播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哈语节目 我们真是希望澳洲记者同仁 也能保日亚洲国家观和目光 来看这个世界 在国际动态发表出不那么西方化的公平见解 我们来访期间 澳大利亚正举国上下讨论 脱离英国情势上的中处国务制 更改国籍民选总统 从形式到内容上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独立国家 如果这一件能够实现的话 也应该算是本事寂寞的装机大事 为四复澳采访的所有人员 都希望澳大利亚更大繁荣富强 多元文化 日趋融合发展 好 愿总统 我愿意地悠旧天长 我喜欢澳大利亚的环境 但是更喜欢中国的文化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去西哥建 在汉上游卡OK 希望有更多的作文 到澳洲进行交流 包括其功 想沟通和了解 比什么东西都要些更为重要 我感到在澳大利亚 所有人都不觉陌生 希望澳洲朋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早日作证亚洲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